那这个作品它是主要是想要探讨说 如果人的意识在人的身体里面 那透过VR这个载体可以做怎么样的身体互动 好奇迹作品意识景观系列由三件VR互动装置构成 作品将VR装置视为人脑外挂 邀请观众分别在高脚椅、草地、透明帘内 在三段虚拟实境中探索意识与肉身与自我与时空间的关系 共视觉策展人孙以珍从横跨生命科学与艺术的背景出发 集结国内外六组艺术团队 展出作品涉及科技、非人物种、神灵信仰等议题 试图共创一座意识实验场 递出重启人类觉知的邀请 第一它脱不开人与人之间的共识如何达成 其实最原初的问题应该是这一个 那人和人之间的共识如何达成 如果我们继续去追问和去探讨说 在共识的达成与不达成的过程中 到底发生了哪些事 会发现其实人跟人之间的共识 它不是只有语言的交换、立场的协商 其实还有很多是感受或者是非语言的同步 所以在这样子的出发点之下 才会发展出这个共识觉的展览 那这样子的提问它为什么会用共识觉 这个觉知作为展览的命题呢 还有为什么你一直在展览里面看到所谓的意识 跟共同意识这样子的概念 其实是因为在思考共识的达成过程中 你会发现它不仅仅是语言 还有感受的同步而已 好像有更多是你甚至没有办法立刻说清楚的那些 隐晦的交换包括资讯的交换 感受的交换、立场的交换 或者是价值观、世界观的交换 所以在这些交换里面 我希望在艺术的场域里面 我们用艺术创作的想象力或者是创造力 去把另外一个讨论的空间打开 所以在这个展览里面 乍看之下可能会觉得好像有点奇幻 有点要进入以前那个New Age那种感受 但是它可能更多的要探讨的人 就是个体跟个体之间要怎么样同在这个时代 尤其是当疫情 虽然台湾已经慢慢的要进入所谓的后疫情时代了 但是你会发现在整个疫情席卷之后 人跟人之间的距离感 或者是同步的方式 互相感受的媒介 其实已经有非常非常大的变化 那在这样子的时代脉络 还有我个人比较关注的议题之下 才会发展出这样子的展览的命题 二楼展区由策展人王涵芳策划 主题乐园幻想工程挑战赛展览 概念来自于社会高度复制迪士尼化的沉浸体验 邀集国内外六组艺术团队 重新探究各种欢乐高强度且过载的刺激 反思充斥于真实与虚幻间的问题与真相 二楼的展览其实跟一楼的展览 我觉得有一个地方也是有类似的状态 其实就是它其实有可能创造出非常不同的世界 但是在同一个平面之上 那二楼的展览其实主要是以 就是主题乐园作为一个出发点来去探讨这次的展览 主要的原因是在于就是 假设如果大家平常走在就是城市里面 可能偶尔也会发现一些 类似像这样主题式的环境 比方说可能像是主题式的饭店啊 或是主题式的餐厅 甚至可能有一些就是历史的遗迹 当它要被重新整理的时候 可能也会有一个相对主要想要去陈述的一个脉络 那它可能会牵涉到经济的层面 但是它也可能会牵涉到政治的层面 比方说像有很多类似像城市类型的博览会 它其实除了就是去介绍那个城市之外 多少也有一点城市宣传或是观光的目的 所以在这次的展览里 其实主要我是想希望借用主题乐园 作为一个范本 然后来去讨论看看就是在就是城市当中 跟主题环境有关的像这样的状态 然后它背后的运作的机制 或是它的运行方法可能是什么 那我们在这个故事里面又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所以主题乐园幻想工程挑战赛 之所以是挑战赛的原因 因为之前有蛮多人问过这个问题 我当时可能是有一点直觉的想法 但是我后来想一想 也许可以挑战的事情就是 我们个人或是说我们所在的那个机构 或是这个团队可以在像这样子的主题环境 或是像这样的故事里扮演什么样子的角色 今天主展分为一楼跟二楼 那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次的主视觉 也有两款看起来非常不同 但是这两档是我们近年来 当代馆非常重要的一个计划推动 就是青年策展的计划 我们觉得当代艺术应该是不断往前 也希望经由更多这个年轻的策展人的眼光 在我们看向世界现在正在讨论重要的议题 所以青年策展计划 会是我们持续推动很重要的一个面向世界的一个很好的方法 也是让我们更认识当代艺术在最新议题发展的一个机会 那这次的主展分为一二楼 一楼是由孙以珍策展的共视觉 因为认识非常久 我知道以珍长期在生物艺术 以及在哲学科学上的一些兴趣跟努力 所以共视觉大家会看到它有一点迷幻的样子 但是那个样态其实是不管我们在跟别人意识的碰撞 或者是进入我们的这个潜意识的那个阶段 它有很多的作品希望能够呼应或是提出这样的一种观察 二楼的展览名称稍微长一点 那我们可以看到上面是主题乐园 主题乐园幻想工程挑战赛 这其实是充满一种刺激的感觉 主题乐园可能大家从小到大 多多少少都有参与过 但这个主题乐园发展出来的一个展览 它一定不是在歌颂或原样重现主题乐园 而是主题我们可以经由到二楼的这个参观动线 看出策展人其实不管在作品的挑选上 跟艺术家合作上 以及希望观众经由这些路线 能够向我们进入主题乐园 被设计好的一个情境一般 来讨论这个主题乐园 延伸与当代艺术相关的议题 共视觉主题乐园幻想工程挑战赛 两档展览 即日起在台北当代艺术馆展出至 2023年1月29日 欢迎民众亲临现场 一起打开多重感知的体验层次 遇见当代艺术的新境界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谢谢大家